1 2 3 哇 红烧麦鱼 红烧麦鱼 牛肉汤 牛肉汤是饭或汤品的 真的 台南一定要吃的 红烧麦鱼根是大家一定到基隆要吃的 金融市长牛肉汤与台南市长黄伟哲化身大厨 以酒工格方式PK两地酒样美食小吃 两人还分别秀出隐藏版美食 海鲜米粉及散化芝麻面 让现场来宾都垂涎欲滴 你可以在里面吃到旗鱼 你可以吃到真正的酒馆 也可以吃到土多 那我们再交换好了 身为国内南北美食之都的首长 两人特别透过美食共同行销城市 此外两座城市同样拥有大航海时代的历史 因此金融市长刘昌受邀到台南参访 第一站就选择安平古堡 也就是1624年由荷兰人所建造的热泽南城 并互贞结合文化历史的创意商品 基隆1626年在和平岛就已经开始 西班牙人建圣萨尔瓦多城 我们台南1624年 荷兰人来建安平古堡 那可以看到建这个热兰遮城 普罗明遮城 这两个城市其实都是相近的 我们也很希望说 在很多事情上 不仅是在美食上 可以互相有很多交流的情绪 在1624年的时候荷兰人在大园这个地方 盖了这个热兰遮城 那西班牙人在1626年的时候 在基隆盖了圣沙瓦多城 那一南一北 其实在那个年代要上了这个大航海时代的这个历史舞台 所以我今天特别带着市府的团队 是来我们台南这个古都 文化历史之都 来学习来参访 除了成功改变基隆外 刚接任台湾健康城市联盟理事长的林又昌 也透过重训改造身材 减重有成 让黄伟泽直说 要跟着学重训 上上个礼拜 我刚刚从这个郑文燦市长 手上接下来这个 棒秤 城市健康联盟的理事长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的这个身材 现在算是非常的标准 以前有肚子 现在都是平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前几个礼拜开始做重训 所以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成果 那那个韦哲市长 我要跟林市长学习 牛昌表示 这一次南下参访重点在于 交流城市治理经验 并联手行销观光 牛昌在现场也特别宣传 10月即将在基隆登场的 2021城市博览会活动 并邀请黄伟泽市长 与台南相亲 届时到基隆参与 感受蜕变后的海港城市风貌 中站新闻采访报道